对于姜维的北伐,深受感动的人很多,但对其嗤之以鼻,甚至口诛笔伐的也大有人在,甚至在网络中出现了,对于奋力一搏的姜维指指点点,却对宠信兼换,取悉投降的流善各种拔高的奇怪现象。 那么这季,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姜维的11次北伐,乍看之下,姜维北伐的次数特别多,然而细分下来,他的北伐可归类为两大类。 一是必出兵的战役,二是非必要出兵的战役,咱们先说说,必出兵的战役,这类战役,占据了六次,分别是,第一次北伐,跟随蒋婉出兵,第三次北伐,是位接应对魏祥属的枪胡族人,第六次北伐,是响应诸葛克进攻淮南,第七次北伐,是趁下侯玄政变失败被诛,草卫政权陷于混乱,西北黎简等请降式发兵, 第八次北伐,是趁冠丘俭击战中原,司马师并王之际出兵,第十次北伐,是趁司马昭东下讨伐诸葛诞诞识出兵,这六次,基本都是必出兵的战役,跟姜维是不是穷兵独武,关系并不大。 剩下的五次北伐,就是第二类非必要出兵的战役,就这剩下的五次战役,有三次还是以为过万人的偏师进攻的小打小闹,就是这点兵力,姜维还在第五次北伐中,俘虏魏中狼将郭修而还,逃掉必出兵的六次战役,再去除三次不满万人的小打小闹, 姜维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主动进攻,其实仅有两次,分别是,第九次北伐,邓爱抢占五城山,占据地利,蜀将胡继又失气不治,导致姜维经历了最大一次失利,也是从此蜀汉百姓多有埋怨姜维者,最后一次北伐,与邓爱战于喉河,败还他中。 姜维的这两次败仗,原因有很多,对外,遭遇曹魏顶级名将邓爱,又在乾梁兵马等各个方面,均处于劣势,对内,刘善宠信宦官皇后,权力以及后勤不及,被自己人死死压制,就连性命都有被夺走的危险,纵观华夏历史,败与自己人手里的名将比比皆是,连颇在厉害,终究抵破内部人员的陷害,这就是庙堂腐朽的弊端,在蜀汉将领逐渐凋零的情况下。 一人担负其统帅,大将,参谋等全部职责的艰难条件下,一人独占曹魏西北诸将,取得了斩猛将徐志或名将王晶的两次大胜,实属不易。 姜维北伐固然有继承武侯一致的志向,也有被朝局所逼的不得已。 一旦蜀汉没了战士,姜维必会被皇后陷害,由于姜维连年征战,使蜀汉兵混民提却是不假,然而魏国的死号远比蜀汉来的大不说, 姜维也从曹魏迁移了部分人口充实蜀汉,最多也就是功过乡抵。 朝堂众臣见解不同,极为常见,关键在于君主的抉择。 一国之兴亡,岂是一将可以左右的? 更让我气愤的是,诸葛瞻自己在绵竹全军覆没,怎么还有脸去指责姜维? 难道没有姜维的北伐,蜀汉就能保全吗? 巡运国家在袁绍处与曹操处的作用差了十万八千里,发生在刘章处与刘备处的作用,那也是天壤之别。 姜维的定位从来都不是战略家,而是军事统帅,我个人认为,他绝对已是建立了。